9月25号,民航局在大兴机场组织了一场特别的赠旗仪式,庆祝大兴机场投运一周年。 现场天安门管委会向大兴机场赠送了2019年9月25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。 国旗妥善布置在机场四层国际连检大厅,将在大兴机场口岸永久陈列。 据了解,一年以来,大兴机场高质量运行,安全秩序良好, 在25号下午举行的大兴机场投运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, 大兴机场总经理姚亚波介绍,投运至今,大兴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023万人次, 保障航班起价8.4万架次。 大兴机场在开航后的第一年顶住了疫情的压力,分四次完成航班大规模转场, 累计共26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先后投入运营,开通航线202条, 连同全球143个航点,目前日均航班数量恢复至650架次左右, 投运至今旅客吞吐量达到1023万人次,保障航班起价8.4万架次, 货油吞吐量4万吨。 同时,姚亚波表示,大兴机场投运以来,始终以行业标杆为目标, 以高质量安全发展为前提,不断提升运行协作效率, 航班正常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 投运至今,大兴机场在经受100余天大雪、大雾、雷雨等特殊天气考验的基础上, 此外,一年以来,大兴机场也全力推进平安、绿色、智慧、人文四型机场建设。 姚亚波说,未来大兴机场将持续为国家发展打造新的动力源, 辐射带动新经济地区发展,为国家发展旅客美好出行, 汇聚中国智慧和力量。 国庆中秋假期即将到来,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业务经理赵宇也在活动后接受了记者采访, 他表示,面对国庆中秋双节出行高峰,大兴机场已从多方面做好了准备。 我们将从我们的7号开始,可能会持续到10月10日。 我们将落实好各项防空措施,确保我们的旅客安全出行。 我们也将根据旅客的情况变化,持续开展我们的出行的巴士, 速度车的一个调度管理。 我们的所有的隔离区以外的公共区域, 也做好了大量游客来我们大兴机场来参观这么一个准备。 那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些我们的进出楼的策略, 确保我们所有的广大旅客在我们大兴机场时顺畅出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